孙子曰 凡用兵之法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 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全吕为上破吕次之 全族为上破族次之 全武为上破武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这段话是说 孙子说 大凡在军事战争中 让整个国家 心悦诚服的投降为上策 攻破对方国家次之 使对方军队 全部归服为上策 打败对方军队次之 使对方全旅归顺为上策 通过两兵交战 攻破之 次之 使对方一个组 完整的降服为上策 攻打对方的组 而迫使之投降次之 使对方的一个武 完全投降为上策 击败对方的一个武次之 所以百战百胜 并不是善于用兵中 最善用兵的 不用战争 而使对方屈服 才是善于用兵中 最善用兵的 孙子有言 用兵之法 全国为上 破国次之 曹操主曰 兴师深入长驱 聚其都义 绝其内外 敌举国来福 为上 以兵机破得之 为次也 如何才能实现 举国来福的大好事呢 曹操列出了 下面三个条件 大举兴师 长驱直入 深入对方腹地 一也 不接收其都义 大迂回 大包围 形成高压之事 二也 决断其外援 切除其内部联系 三也 为其如此 方可实现 全国为上的构想 建安十三年 曹操费三宫 恢复 丞相之志 并于四年的六月 自认丞相 把权力 更加集中在 一人之手 七月 曹操以汉相之名 集结步兵 骑兵 准备挥师南下 因兴办屯田 意志豪强 辅助自耕 小生产者 经济实力 逐步恢复 且在提升之中 因携天子 而令诸侯 政治上 拥有 无与伦比的优势 引战有 北方八州 战争经验丰富 兵远广进 军事实力强劲 之前 因为有原始集团 雄聚北方 曹操对南下 一直都顾虑重重 每次向南出兵 冰封所指 仅仅止于南阳一郡 现在 元氏集团已灭 辽东的公孙度 距离太远 不足为虑 为稳住关西的马腾 曹操 允其子马超 留在关中 统领旧有不取 作为交换条件 马腾带全家 来许都 充当人质 解决了 后顾之忧 在寻遇的建议下 曹操此次出兵 不露声色 公开的旗号 还是以进攻南阳 晚城 夜线为名 主力大部队 则秘密地 从小到 轻装极尽 快速集结力量 以达到 兵临城下的 威逼之势 刘表感觉到局面的不利 于是从南阳退去 把兵力集中在 以襄阳为中心的防御线上 希望能以意代劳 寻找战机 不幸的是 刘表的荆州保卫战计划 还没有来得及施行 即在八月病死 长子刘奇和次子刘从 为争夺继承权 展开纷争 禅属分立 大敌当前而内耗不止 荆州当地的豪强大姓和官吏 大部分主张降曹 楚地的人臣归顺大汉天子 可天经地义 再者 如果连萧雄刘备 都抵挡不住曹军的兵风 一路难撤 更何况 懦弱无能的刘从呢 荆州平定后 曹操在《与寻语书》中写道 不喜得荆州 喜得宽亦度儿 宽亦度即宽月 是荆州旺族宽家的杰出人物 原为大将军何晋的下属 曾建议何晋抓住时机 绞杀宦官 后见何晋犹豫不决 因而预料何晋必定败亡 随还归荆州 投靠刘表 为张灵太守 宽月辅佐刘表 辅振京楚 安定江南 宽月与曹操交好 是荆州亲曹派的代表人物 一直主张刘表 交好曹操 但不畏所纳 后刘表并逝 而刘从即位 宽月大力劝说 刘从降曹 曹操兵不血刃 而得荆州之土 又如何不悔大喜 曹操喜得宽亦度 是为喜不予敌战 而必完全得之 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 有助于曹操 不费大力气 就取得荆州 当然可喜 更值得可贺 刘从由蔡茂 张允拥立而为 荆州目 刘其在诸葛亮的建议下 出任江夏太守 除拥兵自保外 还企图乘吊丧之急 兴师问罪 迫不得已的刘从 只得对曹操 按送款曲 悄悄以和 建安十三年的九月 曹操大军进发至新野 刘从决定 以整个金州 归降曹操 或许是来之容易 当刘从手捧福洁 出城迎接曹操的到来时 曹操手下的重将 都怀疑刘从 可能是乍降 受命防守繁城的刘备 得知刘从已经投降的消息时 曹操大军前锋 距离自己只有一天的路程 刘备一路溃逃 为笼络人力和物资 没有采取急行军的方式 近战战略要地 江陵 这里储备有大量的军用物资 一路败退至下口 曹操亲率五千精锐骑兵 抛弃自重 轻装追击 在快速运动中 赶在刘备之前 占领江陵 不给刘备 在此地组织抵抗的 任何机会 重兵压境之下 从刘从投降 到击败刘备 占领江陵 曹操用三个月的时间 占领了襄阳 江陵为两大支点的 整个汉江平原 取得了政治军事上 举国来福的 辉煌胜利 孙子有言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 曹操主语 未战而嫡子屈服 建安十二年八月 曹操率军在白狼山 大败乌环数万骑兵 袁上袁西 和同辽东蝉鱼 以及乌环大小首领 投奔割据一方的 辽东太守公孙康 此时 有人劝曹操 城市进击公孙康 一战而擒火 元氏兄弟 曹操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地说 我会让公孙康 斩下袁赏和袁西的首级 送过来的 不需在烦牢派兵 众人不解 是年九月 曹操自无环退兵 在班师回朝的途中 果然公孙康派人送来了 袁上 袁西的首级 众将不明所以然 曹操分析道 公孙康 速来未举袁上等人 我若急功之 他们一定会并力反抗 缓之 则必定自相残杀 其事然也 曹操熟悉敌情 顺应事态发展 真正做到了 为战而敌子屈服 至此 曹操彻底肃清 元氏集团在北方的 所有势力 战 有时反而不利 曹操亦有可作反面教材的战力 曹操前两次 紧急张秀 虽取得战果 但并没有彻底让张秀屈服 甚至被张秀突然发动袭击 一度损兵折将 建安三年三月 曹操第三次紧急张秀 围困阳县 以其解决心腹之患 谋事寻忧 不赞同此次出兵 他给出的建议是 暂缓出兵 静静地等待张秀 和他所养食的 荆州刘表 关系出现破裂 道理很简单 张秀能争善战 但没有自己的地盘 和军需供给 刘表 有地有梁 借助张秀 为他防御北方之敌的南下 两者相互支援 在外力的紧逼之下 必然会团结得更加紧密 力量也就更大 反过来看 张秀不得不求食于刘表 刘表不可能一直供应下去 在没有共同外敌的情况下 必然会分离开来的 曹操不听 随后 袁绍准备南下 袭取许都 曹操不得不仓皇撤军 这正是所谓的 战而未屈人之兵 且己方 亦有损伤 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功成 功成之法 为不得已 修鲁焚温 聚气泻 三月而后成 聚音又三月而后矣 将不胜其分 而以赴之 杀三分之一 而成不拔者 此功之灾也 所以 用兵作战的上策 就是挫败敌方的谋略 其次 就是运用外交手段 取得胜利 再次 就是攻破敌方的军队 下策 就是攻占敌人的城池 攻破城池的方法 实为迫不得已 修筑观看敌军的高台 和制造工程的战车 把作战的器械 制备齐全 需要耗费数月 才可以完成 攻城所需要的土堆 又需要数月 才可以完成 将领的愤怒 无法克制 驱赶自己的士兵 像蚂蚁爬墙一样 去攻城 这必将失去 三分之一的军队 如果这样 城池还是没有 被攻取下来 这就是攻城的坏处啊 发乎其上 得乎其中 这是大概而论 其实战场上的种种谋略 还是要以军事实力 为大前提 孙子所谓的 上兵伐谋 其次发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属于价值判断的序列 下面 我们看一下曹操通过 一系列武力进击 和怀柔联姻的组合拳 如何将东汉末年的 议员汉将 转化为自己的力量 张秀 威武阻力人 为董卓部将张继之词 张继死后 张秀继领其军众 屯兵于晚城 晚城距离曹操的老巢许都 只有不到三百里 这构成了曹操的 肘叶之患 如果不先解决掉 张继所部 曹操几乎只能 待在许都防着 无法全力出征 于是 曹操在建安二年的正月 开始进击张继 张继先是降曹 不久 即反习曹军 取得辉煌战果 曹操又必受伤 曹操的长子和侄儿遇害 同年的十一月 第二次进击张继 张继虽然得到身后的 刘表的支援 但还是节节败退 建安三年的三月 曹操发动第三次进攻 张继的生存空间 被压缩得越来越小 次年 张继听从帐下大谋使 贾许的建议 再次向曹操投降 张继率众抵达 曹操手牵张继之手 一起燕饮 后卫儿子曹军 娶张继之女 结成秦锦之豪 封张继为杨武将军 随后 张继参加著名的关渡之战 栗战有功 升为破枪将军 建安十二年 张继从曹操 公讨乌环 死于途中 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 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 而非攻也 毁人之国 而非九也 必权争于天下 故兵不顿 而立可权 此谋攻之法也 所以啊 善于用兵的人 能够在战争中取胜 并不是因为战斗 攻破城池 也并不是硬攻 这样 攻破敌国 也就并不需要持久作战 一定要用全胜的策略 争夺天下 这样 军队就不会遭受挫折 而且能够保全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 靠谋略 取胜的办法 故用兵之法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故小敌之间 大敌之勤也 所以说 用兵的军事战略就是 有敌人十倍的兵力 就去围困 五倍就去进攻 两倍就去分散 相等的兵力就去迎击 兵力少于对方 就避其锋芒躲开 实力比敌方弱 就要去逃避开 所以 若小军队坚持硬拼 就会被强敌拿下 孙子有言 实则为之 曹操主语 以实第一则为之 是为将志勇等 而兵力顿军也 若主若克强 曹所以被兵为下批 升勤吕布也 如果兵力是敌人的十倍 就可以包围之 曹操特意指出一个前置条件 双方将领的智谋 和勇猛程度差不太多 兵器的多寡力顿基本相同 如果敌方在某一方面特别强大 比如将领勇冠三军 无人可挡 那就需要增加兵力 围困之 曹操举出自己 升勤吕布为例 我们无妨降述之 吕布自奉先 东汉墨五元九元人 吕布出身清霞 在汉墨以脚健敏捷著称 善公马屡立过人 骁勇能战 当时好为飞将 出从并州刺史丁元 既杀死丁元归董卓 又与王允和谋诛杀董卓 后任奋为将军 封温侯割据许州 吕布自关中一路杀来 拥有战斗力颇强的并州骑兵 和攻无不破的步兵 也占能力在群雄之中颇为突出 经过三机张秀 张秀的威胁暂缓 已经不敢再对曹操的控制区 轻举妄动 元树撑底之后 遭到曹操统计 业意示威 蜷缩一处 曹操的势头再往上走 暂时割据许州的吕布 深觉不妙 曹、吕、元之间的 三角平衡关系再度失衡 于是 在建安三年的五月间 吕布再次反叛曹操 与元树结盟 派部将高顺、张辽 攻打小配 击溃了暂时依附于 曹操的刘备的人马 刘备担己逃走 自己的妻儿又一次被俘 曹操派夏侯敦救援刘备 也被高顺打败 曹操及时亲率大军 征讨纵横于 渭水似水之间的吕布 曹军禁至鹏城 吕布拒绝以意待劳 发起攻击 而是寄望曹军出击时 凭借自己的勇武 发起反冲锋 把曹军逼退到四水中 但事与愿违 是年的十月曹操攻下鹏城 并予以屠城 吕布不得已 只得带兵败退至下批 曹操与赶来增援的陈登 合并移处 围攻下批 吕布领迁于其出战几次 结果都大败 只得退回宝城 聚城而守 不敢再出 重兵囤于城下 曹操围攻吕布 长达三个月 切断所有的支援下批的通道 吕布为争取自己的同盟 元素的实际支持 自己也采取了实际的冒险行动 计划半夜出城 护送自己的女儿突破封锁线 去与元素的儿子 重续久违了的那个婚约 结果遭到曹军的阻击 重兵囤于孤城之下 曹兵开始挖壕沟深嵌 引来汽水和四水灌城 吕布见大势已去 准备登上城楼宣布投降 结果被陈宫劝阻了 十二月份 将士的心起日益低落 上下已经离心 又因吕布因小事训斥部将 结果 麾下的部将侯城 宋县 魏絮等 捆绑住陈宫 率重投降 吕布与其麾下 登上白门楼 见曹军围急 只得投降 曹操此次发动的围攻 长达仅三个月之久 最后的结局是 城破 吕布本人遭到绞杀 成功不屈 亦被杀 意思是说 将帅乃辅佐国君之动量 辅佐周密 则国家会变得强大 反之则会衰弱 孙子有言 辅舟则国必强 曹操主曰 降周密 谋不屑也 孙子有言 辅系则国必弱 曹操主曰 行简于外也 刘备 不像东汉末年的其他珠墙 无官职 无名头 无地盘 无积累 底子薄 他的起家发家之路 值得我们 从府之强弱 来做一番探究 刘备 自玄德 东汉末年 卓郡卓县人 汉景帝之子 中山晋王 刘胜之后 属于远之宗室 祖上在周郡为官 祖父官至县令 至刘备时 亦是家道中落 早年丧父 与母亲 犯邪之习为业 十五岁 游学于硕辱 卢职门下 与公孙赞 等为同窗 刘备 至不在读书 而是喜好狗马 音乐 和华美之福 为人 寡言少语 喜怒不形于色 颇能放下身段 结交豪杰 年轻人 争先归父之 最初能在乡里少年中 确立自己的威望生命 凭借的是刘备的人格魅力 刘备以此吸引 并获得当地商骨 如往来捉迅贩马的 中山富商 张世平 苏霜的乡赞 方才开始招募不去 直天下大乱之际 刘备私下招募不重 于24岁乘时起兵 参与镇压黄金军 至讨伐董卓之时 刘备放弃 因力战起义军 而获得的高唐县令之职 投奔到中郎将 公孙赞那里 担任别捕司马 此后 刘备南征北战二十多年 屡遭失败 辗转衣服于 割据朱墙之间 颇于奔命 妻子儿女 多次被自己的对手俘获 起初在军阀混战中 积无力追之地 刘备由社会底层起家 接近下层生活 在乡里招募时 发现硬木的关羽和张飞 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于是 大家重用和提拔 对于这两人 刘备以恩义相交 顺则同闯 情同手足 结为金兰之号 关章二人 即便在大庭广众之下 也势力于刘备身旁 不离左右 不必艰险 事共生死 最终在征战中 成长为 从曹操到孙武 无不设服的一代名将 关羽在曹操东征刘备时被俘 败为偏将军 受封为汉寿廷侯 李玉慎后 最终仍伺机离开曹营 重归故主 上演一出 一波云天的历史佳话 辅佐刘备的 关章以及诸葛亮等武将文臣 显然做到了曹操所谓的 周密 谋不屑 以刘备为中心的 军事集团的凝聚力 是汉末其他群雄所不具备的 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为其如此 刘备方能做到 败而重启 散而又聚 他的基本队伍 从小到大 由弱到壮 至兴平元年 徐州别甲弥竹 率周立 拜迎刘备 接管徐州开始 刘备已经从一个 普通的县令 发展成为一个 州级的大军阀 其后 刘备采纳诸葛亮 连孙抗曹的战略决策 在赤壁 大败曹操 占领荆州 后夺取益州和汉州 力量逐渐壮大 随后称帝 建都成都 国号汉 故 君之所以 患于君者三 不知君之不可以进 而为之进 不知君之不可以退 而为之退 是为 弥君 不知三君之始 而同三君之正者 则君使获矣 不知三君之权 而同三君之任 则君使矣矣 三君既获且矣 则诸侯之难至矣 是为 乱军隐胜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国军对军队可能造成的危害 有三种 不了解军队 不可以前进 而命令其前进 不了解军队 不可以撤退 而命令其撤退 这是在 束缚军队呀 不懂军队事务 而去干涉 军队里的管理事务 这会让士兵 迷惑不解 不懂军事指挥的权变 而干预军队指挥作战 这会让士兵 生怀疑之心 军队既困惑又怀疑 则会让各国诸侯 趁机作乱 这就是 自扰军心 自取败王 孙子有言 不知三军之始 而同三军之政者 则军事获矣 曹操主曰 君荣不入国 国荣不入军 理不可以治兵也 治国尚礼仪 兵鬼于权掌 治国和治军两者 有本质的不同 适用的教化方式也不同 君王如不知其变 军国以政 则士兵和民众 都会不知所措 曹操治军严正 强调军队的管理有制度 训练有规定 以法治军 不留任何情面 但在政治层面上 有时会超越军事斗争 抬出自己 在政治上的偶像人物 齐桓公 齐桓之公 围霸之手 酒和诸侯 一筐天下 一筐天下 不以车兵 正而不觉 齐得传承 齐桓公 春秋五霸之手 会和诸侯 共十一次 这里的酒 极言其多 齐国 作为东方大国 在齐桓公的经营下 共吞饼十国 任用大政治家 管仲 成为中原华夏 最富强的国家 又以尊王壤 一为号召 联合诸侯 抗拒南方大国 楚国的北进 旧行 旧位 北焉 立足北方 物敌的侵扰 兵车 这里代指武力 或战争 不以兵车 正而不觉 皆出自论语中 孔子赞美齐桓公的话 晋文公 绝而不正 齐桓公 正而不觉 齐桓公 酒和诸侯 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 如其人 如其人 齐桓公的 正而不觉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正如曹操在 秋湖行义师所言的 正而不觉 乃赴一音 屈原 离骚中有 宁七之 欧歌喜 齐桓 闻以该赴 宁七 为春秋时 魏国人 修德 而不为人所用 退而为商骨 素语 齐东门之外 齐桓公 夜出 宁七正在 喂牛 扣牛角 而高歌 桓公文之 知其贤 举用为客卿 以被辅佐 齐桓公 匡正天下 依靠的不是战争或武力 而靠的是光明正大的德行 不需要什么欺诈的伎俩 曹操在征战中 多有杀戮之时 屠城之时 也屡见不鲜 但一步伐仁爱之举 例如 建安二十一年冬 天降易赖 百姓得疾病 死亡的不在少数 军兴于外 肯添损少 曹操对此 表达深深的忧虑之情 无甚优质 于是 发布历史上 著名的 善给灾民令 对灾民实施救济 同时 曹操关爱氏族 尤其注重对氏族的奖赏和抚恤 曾不止一次下诏 抚恤氏族 汉县帝 建安七年春 曹操驻军自己的家乡乔县时 特颁布军侨令 下令 举一兵以来 将士绝无后者 求其亲戚以后之 寿土田 关己耕牛 智学师以教之 为存者立庙 使四旗仙人 魂而有灵 五百年之后 何恨灾 汉县帝建安十四年七月 曹操再次颁布 存续从军立士加士令 为抚恤死亡将士家属 专门发布证令 令死者家无鸡也 不能自存者 县官误决领 掌力存续抚循 以称无义 正因曹操如此关爱氏族 所以才受到将士爱戴 誓死效忠 曹操自比其还功 肇事的是对人才的重视 若有人人辅证 以德来辅 又何来战争呢 正如宋代梅瑶辰所评价的那样 不知治君之物而参其政 则重祸乱也 曹公隐司马法曰 君荣不入国 国荣不入君 是也 孙子有言 不知三君之权 而同三君之任 则将士一亿 曹操诸曰 不得其人也 汉陵帝中平五年 冀州刺史王芬 预谋联合南阳许忧 佩国周京等 所谓的豪杰之士 计划在灵帝北巡河建时 发动政变 废掉灵帝 诸杀宦官 立合肥侯为新的皇帝 他们把这一讯息 传递给曹操以求相结 曹操予以言辞拒绝 曹操认为 陈下谋划 旧君之匪 新君之力 乃是天下最不祥之士 唯有全成败 既轻重而行之 方可见不实之功 比如辅助商汤灭下的伊尹 和辅佐赵帝 立废昌义王刘鹤 另立刘巡的霍光 他们都处在 统领群僚 总览政务的官位之上 有周密祥识的谋划 朝野行使极其有力 真正做到了 既行如转环 事成如催朽 紧接着 曹操劝阻道 接种连党 何若七国 何非之鬼 孰若无处 而造作非常 欲望必客 不亦微乎 朱军想一想 你们联合起来 能比得上汉景帝时 以吴王刘彼为首的七国吗 何非侯此间的尊贵 能比得上吴王刘彼 楚王刘物吗 王芬 在曹操看来 即所谓的不得其人也 东汉末年的大名史 画新 一评价王分 姓孰而不武 像谋匪天子这样的大事 必定是不可能完成的 且必将火及整个家族 行进中的历史 验证了曹操 独具眼光的分析 和高屋剑领的判断 王芬的阴谋很快败露 他本人则畏罪自杀 所谓的造作非常 一且烟消云散 变成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两年后的汉宪帝出平元年 曹操又推掉来 渤海太守元少的约结 牟利幽州墓刘豫为帝 另立朝廷 曹操的策略一以贯之 即便在势单力薄之际 也特立独行 昂然有自己的主张 诸君北面 我自西向 曹操坚决不向 北方幽州的刘豫称臣 独自向西 尽逃董卓 赢回现地 将歌帅甲 顺天行诛 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 皇帝的命令 天子的旨意 地方豪强 歌剧自重 尊宠朝廷 虽只停留在名义上 但这一股精神的凝聚力 政治上的号召力 还是不可低估的 故知胜有武 知可以战 与不可以战者胜 实重寡之用者胜 上下同欲者胜 以余待不余者胜 将能而均不欲者胜 此无者知胜之道也 所以说 遇见战争胜败的方法有五种 知道可以或不可以 与对方交战的 则为胜 懂得如何运用大兵团作战 也能运用少数骑兵作战 则为胜 官兵上下 齐心协力的为胜 以有准备 对无准备的为胜 将帅自己统兵作战 而国军不干预的为胜 这五条就是 遇见战争胜负的五种方法 孙子有言 上下同欲者胜 曹操主曰 君臣同欲 左传 赵公四年有言 求成与人不可 与人同欲 禁忌 只求实现自己的意愿 做到自己称心 那是不可以的 唯有与人同心同愿 目标一致 方可有所成就 董卓挟持汉县地 及官民数十万 西迁长安 他本人则屯兵于洛阳 依据关东各路军马 出平元年 韩古关以东的各州郡 推举袁绍为盟主 联合讨伐董卓及其爪牙 但联军各怀一心 彼此间争权夺利 攻杀之心萌生 自此展开军阀 长期混战的局面 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白骨 鹿鱼也 千里 无鸡鸣呢 曹操在 后里行一事中 分析具体原因时说 军和立不齐 迟楚而验刑 军队是会合了 但各方不能同心 更谈不上协力 游移徘徊 把自家的军队 列出向燕群飞行时的 医子或人子阵型 驻足观望 最后闹出元叔 在淮南当上所谓的皇帝 建都寿春 元少在北方 拥兵自重 牟利留育为皇帝 而思客皇帝 遇袭印章 与此同时 士兵的盔甲间 生出狮子 而成千上万的百姓 在战争中死去 以元少为首领的联军 人马众多 战略态势极其有力 但在一年多的 陶董战争中 未取得任何战果 反而被一一击破 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 一场闹剧 根源所在 还是上下不能同心同德 同样 反叛成性的吕布集团 人心更是凝聚不得 吕布虽萧猛善战 然无志谋 且多猜忌 不能驾驭其不重 但信诸将 诸将各怀鬼胎 一一自宜 由此美战多败 直至建安三年 曹操深挖欠钩 围困吕布长达三个月时间 吕布军队出现上下离心的溃乱之相 布将侯城 宋献 卫序 以下犯上 和谋捆付出 一直主战的陈弓 率重投降 吕布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最终败王 孙子有言 以鱼 待不鱼 这胜 将能而均不裕 这胜 曹操主曰 司马法曰 进退为时 吾曰寡人 时 在曹操的兵学思想中 具有独特的地位 此处曹操引司马法中的时 即何与时宜之意 把握时机 时行则行 时止则止 寡人马 古代君主的谦称 按礼记 取礼下记载 诸侯见天子 曰 陈某 侯某 其余名言 自称寡人 吾曰寡人 即言 军队战场行动 不由君主决策 或进或退 由前线将领 向时而动 张辽与夏侯渊 把吕布的渔党昌西 围困在东海 敌我双方相持数月 曹军的军粮 业意告庆 但城池 还没有功课 终将商议 引军回师 张辽对夏侯渊说 几天来 我每次巡查包围的阵地 和防线时 总能发现 昌西会目不转睛地 看着我 况且 他们的见识 比以往 稀疏不少 我猜 昌西一定是犹豫着 要不要投降 所以不再加以立战 我去引诱他 与他说几句话 说不定 有什么意外收获 于是张辽派人 告诉昌西 曹公有命令 说给昌将军听 让张辽带来了 昌西果然派人出来 张辽劝说道 曹公英明神武 现在得怀四方 先归附的人 会受到奖赏 昌西当即表示 愿意投降 接着 张辽只身登上 昌西驻守的三宫山 前往他的家中拜访 昌西大喜过望 跟随张辽 去夜见曹操 归服之 之后 曹操遣还了昌西 并责备张辽 你这样做太危险 不是大将的做法 张辽解释道 我奉天子之命 前去讨伐 再加上您的威信 昌西 必定不敢加害我的 张辽的这次冒险行动 可见其勇 亦见其谋 此勇和谋 是在特定的战场局势 和条件激发下 逼迫出来的 张辽统领前线将士 做到了进退为时 无约寡人 曹操的责备 出于对爱将的怜惜和担忧 显出一代雄主的气魄 尤其后 张辽又奉命前去讨伐元坛 击败元坛后 张辽又派军巡查海滨 击败辽东的柳翼 大军回到叶都 曹操亲自出迎张辽 拉他坐到自己的车上 吉利加赏 封其为荡寇将军 故曰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 以省以赴 不知彼不知己 每战必带 所以说 既能了解敌人 又能认清自己 即便打一百次仗 也不会有危害 不了解敌人的情况 而只清楚自己的 胜负在两可之间 有可能胜利 也有可能失败 不了解敌人的底细 也不清楚自己的实情 那么每次作战 都必将失败 感谢观看 再调查看